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贪心 卢台长您好 您好 请您帮我看一下六七年属羊的 能否寂静 这个羊站得很远呢 你想看什么告诉我吧 他的身体 男的女的 男的我爸爸 身体不好 身上长东西了 那该怎么办 对不对 对 你爸爸过去有钓过鱼啊 对 我告诉你 有杀业 你要叫他赶紧念小房子 而且我告诉你 他这是个节 他现在几岁啊 47 47是吧 对 应该是48了吧 对 准备 我告诉你 实际上他就是49一个大姐 提早到48岁来报了 明白吗 明白 我现在看你爸爸腿都不大好走啊 对不对啊 对 你现在这样吧 给你爸爸要放生 一万条鱼 一万 你都 给他走 哇 你爸爸还有一点官位呢 做过干嘛 我 我爸爸 就是你帮他看的刚刚那个是谁了 对对对 是我爸爸 是你爸爸了 对对对 我说有点官位的 还是 不大 就是说有点力量的人 嗯 好了 你叫他当心啊 嗯 他现在呢 是这样的 嗯 他现在呢 我看他要动手术了 医生啊 要给他动手术 好 嗯 他相信不相信啊 不太相信 不太相信 对 那么他现在能不能 许愿不杀生啊 可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你叫他不要再杀生了 而且不能再吃活的东西了 好 好吗 好 否则的话 我告诉你 他 可能会 变吃物人 哦 好吗 知道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 家里也少不了他了 对 嗯 那需要多少小房子 490张 好 好好念 嗯 没有办法 孝顺就是看你现在了 明白了吗 什么叫孝顺啊 孝顺就这样 不要等他死了再孝顺 买一个金棺材都没用的 活着的时候对父母精好一点 不要等他死了之后再对父母精好 明白了吗 而且我告诉你 你爸爸这个东西有点扩散 你知道吗 知道 太大厉害不厉害了 你们好好地修 以后人越住越多了 我以后再到旧金山来 明白吗 否则我不来了 全世界都叫我去呢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姑娘我告诉你啊 你给我记住了啊 你要赶快给你爸爸念的啊 你爸爸身边已经有人邋遢了 不是太好的 嗯 好了 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堂吗 你家佛堂 对 它可以 靠个窗 边上靠了个窗户的 在对面对 嗯 佛堂比较小 对 佛台很小 对 你供的水果可以换换了啊 知道 已经有两个礼拜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哪有这样啊 买个苹果放半天啊 水倒是经常还换 明白吗 明白 香也烧 还可以 有护法神来过 嗯 从窗 从你家窗户进来的 嗯 还蛮好的 嗯 家的窗户还钉的那个 有一条一条的东西 对 对 嗯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